如果要發布資料的話 當然如果說依賴別人的網站的話 其實像這個 別人網站其實是有風險的 為什麼?因為這個資料並不是由我來發布的 而是由別人發布 如果別人發布的話 他的社會如果關掉的話 當然就會造成就是無法讀取的狀況 第二個是 假設說你今天要由你自己來 發布一些資料 可能一般最常用到像什麼 CSV 或者是XML 或者是Jetson檔 那可是問題這一 或者是你有一個後端的資料庫 但是 這些就牽涉到一些問題說 你必須要架Server 你要有自己的Server 你才有辦法work 那如果沒有的話 那你就麻煩了 你怎麼辦呢 所以 我後來有找到一個比較簡單的方法 如果你今天 你不想用Server 但是又想要發布一些資料 然後又不依賴別人的網站的話 我這邊提供給各位一個比較好的折衷方案 因為我覺得這個方法我也用了蠻久的 好像也都沒什麼問題 只是說呢 我們是把什麼呢 網 就是說那個 我們的 資料發布 不是發布在我們的Server 也不是在別人的Server 而是在我們的雲端硬碟上面 那雲端硬碟的好處就是說 他 一定是要你自己的帳號 密碼才能夠看到裡面資料 發布的人也只有你自己才知道 除非 你可以把 你的那個檔案 共用給別人 共用的時候他有權限 比如說有檢視的權限 或者有編輯的權限 那如果有編輯權限 那個人也可以幫你去update資料 那這樣子感覺好像他已經有 類似Database的這種 當然沒有說 那麼強大的功能 但是至少 該有的好像也都有了 那穩定性呢 應該比自己價站穩吧 那你說速度呢 也沒什麼問題啦 他也不是最快的 也不是最慢的 大概 算一下應該有 那流速我想大概有一枚大概差不多了啦 他沒有很快 他也擔心說你可能有人濫用 所以他也不會很快 也非常沒有 慢到說不能接受 再來的話呢要不要費用了 其實目前是不用費用 目前 以後的話不知道 所以如果說以後 假如說 你不想用CSV 你也不想用Json檔 然後你想要發布資料的話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 我就要過一招啦 就是說第一個 你可以先用Excel 把什麼呢 把這個資料怎麼樣 從 網頁上面 怎麼樣 把它怎樣 複製貼上應該會吧 這個資料有沒有 你把它複製 然後用選擇性貼上 貼上之後的話呢 就是只剩下這些資料了 第一步 就單純多了 有沒有 其他不需要的資料就不用了 只是說他的缺點就是說 你可能要一段時間 就update他 那多久update呢 這個恐怕 就看個人的啦 像匯率每天都update啦 那如果你不是update 那你沒關係 你可以怎麼樣呢 把這個Excel 將來 共用給別人 可是Excel現在在local端 你要怎麼傳上去 其實非常簡單 就是 把它另存新檔 存起來之後的話呢 把它存成什麼 傳成這個好了 比如說叫ranger然後把它放桌面上 對不對 然後直接按儲存 Ranger然後 這個這個檔 然後如果你要怎麼傳上去的話 其實非常簡單 就是直接 我問各位有沒有用過雲端硬碟 雲端硬碟打開對不對 假如說我要放在這邊的話 自己找一個資料夾 反正這邊的話你自己雲端硬碟裡面 找個資料夾對不對 然後呢 就是直接把它 直接丟上去 這個 丟上去 應該很簡單吧 不過丟上去的時候特別注意 請你先做一件事 先確定一件事 就是說呢你的設定 齒輪這邊 設定 請你把它改成 將以上傳的 這個 有沒有 改成什麼 這個要打勾 如果你沒打勾的話 記得要先打 確定有沒有打勾 因為有時候我會開有時候關 那 如果你沒有打勾 他傳上去就是原始的檔案 可是你有打勾 他就幫你轉換成 本來是Excel的那個格式 他就變成Google試算表 就是Google的Excel 反正就是這樣子 OK按完成 完成之後的話 再丟一次 那 這樣拖拉過來 放開 就上去了 那上去之後的話 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檔案就出來了 OK 他的 他的那個圖示 一定是這個形狀 如果你看到是什麼 X 就Excel原來那個表示你 這邊沒有設定 好 那怎麼樣發布 非常簡單 打開來 打開來之後的話 這邊不是有個什麼 檔案 檔案裡面有個叫發布到 網路有沒有 然後這個時候的話 其實按下什麼 按下發布 那我的習慣怎麼樣 我的習慣是 直接 這邊有一個叫 工作表 工作表1就好了 如果有一個工作表 他其實好像都不改 沒關係 反正就是這樣 直接按發布就可以了 發布他問你說要不要發布 是 好這個時候的話 你就已經有什麼 網絡上面的一個 資料 而這個資料 還複製一下 然後貼到一個網頁上去貼上 這個時候的話 他就這樣的 你如果把他選起來 不用選全部 選一筆對 按右鍵 檢視 檢視他的元素 他的元素 就是 有沒有 TDTD開頭 哎 那你想說 第一個 我如果把網址改成這個不就好了 發布不是有個網址 那這個網址就是一個 可用的網址啊 第二個的話就是啊 我要切的話 就切哪裡呢 就把頭跟尾改掉不就好了 不就中間那一段就切到了 他資料可不可以抓到 可以抓到啊 就這樣全部都抓到了 手機上能不能秀 保證可以秀 沒有問題 好因為之前我也這樣試了 手機打開 所有的Excel檔案 丟上去 透過雲端 手機上全部一看 通通上來了 任何人 手機上都可以 所以這招有沒有比較簡單 而且 你說他跟Jetson有什麼不同 你跟用SQL Server 你會用MySQL 當然沒有什麼不同啦 看到結果都一樣 但是 那個要駕戰 這個 完全不用駕戰 那個要費用 這個要費用 一毛錢都不用 穩不穩定 我覺得比 自己駕戰穩定 駕戰的話你還要擔心哪一天 突然 莫名其妙關機 如果台電突然 給你那個停電 給你那個停電 那你還要有UPS 還要擔心網路駕客啦 所以有的時候 這招其實還蠻好用的 第一個 對 第二個 其實關鍵的地方在哪裡 其實就是 把那個 我們的 我們的什麼呢 這個地方修改一下程式 就OK了 那我修改完 請各位試一下 這個地方的話是額外 我覺得這一招 可以 怎麼樣 拿來 取代 像那個 用Jetson 其實我沒有必要 你說Jetson 比較厲害嗎 我覺得沒反正主要是 Jetson裡面的東西 其實就是這些東西啦 只是說他用不同格式展現而已 那database 他也是一樣 放在後面也是一個表格啊 只是說我們要把這個表格放 網路上面讓人家下載 沒什麼差別啦 那 而且我覺得 對啊 用到現在也沒什麼 太大的問題 而且 如果說你今天update 如果 因為你自己 全線 如果你要公開的話 你可以這邊不是有 一個共用 那共用的時候你就把對方的Email信箱 比如說我今天 我可能沒有辦法每天update 我是Leader 那我要給底下Member 做update的話 我就把對方的Gmail信 就是Google的帳號 填到這邊 旁邊改什麼 可以編輯 他就可以連進來 也可以編輯 那如果那個Member他只能看 你就給他什麼 可以檢視 如果有還有什麼可以註解 不過註解這個我很少用 註解是什麼 註解是 可以提示我要改哪裡嗎 那也可以啦 反正你就玩玩看 說真的啦 這個聰明的人 其實你說database 說真的 如果 但如果 一般性使用 我覺得都綽綽有 除非說你那個公司 會有很大的機密啊 整個國防機密那種的 說真的 Google的安全性 我覺得 至少比Line 比FB還要來的好吧 我覺得啦 因為Line最近莫名其妙 都會收到很多奇奇怪怪的東西 而且FB喔 莫名其妙喔 帳號密碼還會被盜用 對不對 但是Google 到目前為止 我用他用的大概超過10年 我覺得還OK 另外我會加 就是 兩階段驗證 所以兩階段驗證說你 登錄帳號密碼的時候 他會傳一個簡訊到你的手機裡面 那也就是如果你被盜用的話 你的手機會先寫是一組 那個什麼呢 驗證碼 那你就知道說 可能會被盜用 對不對 那如果他除非 那個人喔 他也知道 你的手機 也可以存取你的手機 變兩個 同時啦 除非你是整編人 或者你的好朋友 對不對 或者你的 紅粉之急之類的 對不對 才有可能吧 不然的話 而且那個紅粉之急他也要知道 他要很懂3C 他才有辦法 不然的話我想要 進到Google的那個 裡面的東西難度應該很高 所以這個你有人問我說這個到底安不安全 說如果這樣子都被破解的話 那當然也就罷了 說真的 有那麼多秘密嗎 沒有嗎 給你看好了 對不對 大概 所以要用這一招 我覺得 也當然是夠用了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各位覺得怎麼樣 因為我後來想想 對啊 為什麼我一定要堅持用哪個技術 好像 也 除非說公司就是 你就是 你不是Leader 你不是主導 如果你可以 提供意見 可以主導的話 我覺得可以用這個方法 那缺點當然就是說因為這個技術是在Google那邊 不過這麼大的公司 他理論上應該也不至於說 突然之間 做一些什麼樣的改變 目前來看 應該是 OK的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就是直接 丟到你的一個資料夾裡面 然後 記得把它發布出去 然後會產生一個什麼 產生一個 這邊會有一個發布到網路 那我的習慣是 會選哪一個工作表 然後再做發布 這個網址 就是將來 我們可以 剛剛也沒有在那個 我們 第一階段那個 GetData那邊有個網址 就是把那個網址貼上去 第一個就OK了 第二個就是什麼 切字串 同樣貼上去不是有原始碼 只是把index of 本來是查 剛剛那個東西 改真查什麼 查那個 雲端硬碟 有沒有 最後這一段 有沒有 在這個東西 把它改一下變成那個 我們的最後貼上前網 有沒有 就是改成這一段 這邊你按右鍵 這邊檢視元素 就是查這個 查這個 而且反而更簡單 更好查啦 反正找到 後面這一串 後面這一串就好了 所以他就一直找 一直找 就OK了 所以程式其實不會改很多 畫面先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其實真的要沒有 可以 maintenance 在這裡 接下來 就等到 決定了 以前